全體念佛會成員 一起持送大悲咒二十一遍 祈求觀音菩薩 祝我們早日找到合適的土地吧 沼地是為了尋找一處可以長久心學的地方 這一找就找了八年 直到千人聚集在農禪寺 持送大悲咒的那個春日夜晚 觀音菩薩回應了聖言法師的祈求 我一直希望能夠為這塊地 找到合適的法師來管理和經營 這片土地是由多位菩薩共同持有的 我先捐出我的這一份 其他菩薩還需要洽談啊 師父請放心 所有困難弟子們都會盡力克服的 聖言法師將這片山坡地 命名為法古山 為了感念觀音菩薩的靈驗與庇佑 法師決定將法古山建設成一處觀音道場 與世界性的佛教教育園區 為了尊重與愛護自然 法古山的建設工程必須堅持一個原則 本來面目 本來面目的精神 是建築物要外觀簡樸 功能使用與大自然融為一體 戶外的工程遵循環保工法 保留原生植物與自然景觀 這個堅持 雖然時常造成工企延誤 工程款追加 與設計圖更改等難題 但聖言法師認為 這就是自然環保 也是心靈環保 報告師父 圖書資訊館的設計圖已經更改多次了 若不遷移這七顆雀蓉 恐怕會造成施工上的困難 這七顆雀蓉 比我們更早來到這裡 若為了建設道場要他們搬家 就不是本來面目了 最後建築物退讓轉向 七顆雀蓉原地保留 聖言法師替他們起了新的名字 七如來 落成大典這一天 我欲請社會上的每個人 都來開發人人心中的寶山 觀音道場落成 大兵院新升起 兒時聖言法師對觀音菩薩 許下的心願 終於實現了 等我長大 一定要做一個又大又美的觀音 讓大家拜 二零零九年 二零零九年 聖言法師捨爆原集 但這個法師與觀音的故事 也是小孩與月亮的故事 依然繼續 李零零九天 月亮怎麼總跟著我們 對阿 我們走到哪裡 都看得到月亮 刚才法师不是说了吗 观音菩萨就像月亮一样守护着我们 每一片水面都有月亮 就代表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尊观音 观音菩萨在这里吗 是啊 圣言法师说过 只要用平等的慈悲心来对待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呢 那我要做观音 我也要 谢谢观音菩萨 谢谢观音菩萨